圆明园正觉寺文殊菩萨全身照片 顺木天 北远山村 逾越渊妃等建筑群珍贵影像 2月24号 圆明园发布了365张老照片 大多数照片为首次向公众展示 其中 正觉寺文殊菩萨全身照片拍摄于1920年为首次发现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张文殊菩萨全身像 我们都知道 正觉寺作为圆明园唯一的一处 没有被焚毁到今天的 保存唯一的一个建筑到今天 那么文殊菩萨是整个正觉寺的核心的建筑 那么这张照片的发现对于研究正觉寺的完整性和正觉寺的变迁 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这些罕见的老照片是刘洋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 涵盖圆明园 长春园 启春园的相关建筑 其中一张宪法门未被彻底摧毁前的照片 揭秘了圆明园中西建筑如何过渡的问题 那么这张照片呢 那么是最新发现一张宪法门的照片 我们一直以来呢没有搞明白中式园林跟西式园林的过渡 怎么是过渡的 通常发现了圆明真的是跟遍地不一样 这边还没有是西洋墙跟西洋建筑 而那边很明显的是中式五点 因为那边是中式园林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那边的墙应该是中式墙 所以乾隆皇上在中式园林的时候呢 看到了景观全都是中式景观 而反过来从西洋地区呢 往这个圆明园看 看都是西洋景观 这就解决了西洋过渡的问题 此次还首次公布了 法国人谢满路在1882年前后 拍摄的圆明园木构建筑照片 其中包括顺木天 北远山村 逾越冤飞 海越开金等建筑群 这些建筑过去仅停留在文献记载 或者画作之中 通过这些珍贵影像 可以看到圆明园中式建筑 未被彻底破坏前的模样 那么这批照片拍摄1882年 也就是被毁之后大概22年 那么他拍照的时候呢 这些建筑还在 那么呢 拍完照片不到15年时间 这些建筑就毁了毁于1900年战乱了 所以这些照片是目前存世的 唯一的表现圆明园木构建筑的照片 圆明园有万元支援之称 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焚毁 部分在当时保留的建筑也逐渐被破坏 成为一片废墟 这些早期影像 不仅是圆明园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更是研究圆明园建筑找回流失文物 复原其昔日辉煌的有力证据 因为老照片呢 对于历史文化研究啊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可以说是多少文字都无法代替 因为老照片它能够直接再现 过去的形象和景观 也是未来恢复景观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这不光需要我们圆明园人去搜集 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也希望广大的观众能够为圆明园提供老照片 或者说是珍贵微信资料的线索 支持圆明园的文化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